大家好 我是李杜惠 但是你們很高興 請多多感謝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 Lock210 Girls 我的新井學妹 以前學姐會唱老舌 所以我進來之後 我的願望就是跟她一起唱老舌 這次有聽說要練三百多首 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但是呢 我們都要看她 大家好 我是李杜惠 你好 我今年二十三歲 我現在在韓國當了五年的 Chiridder 我的愛好是跳舞 我的魅力是燦爛的 微想和能量 還有 食物非常喜歡 韓國也喜歡吃飯 現在很期待在台灣 現在我們要去台灣 現在 Twor 操心要去台灣的朋友 我們也在 det 我最近的朋友 很感動的感覺 還有,名門9段的LakutenMonkeyz 我希望能夠更加幸運 我會更加幸運 我每次都會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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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LakutenMonkeyz 加油 加油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們是 Logwood and Girls 的心境學妹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立軒 哈囉大家好我是欣宇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依 哈囉大家好我是溫妮 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萱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錄製節目跟大家見面 我是跟我的家人那時候全部都在講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全部都知道了 在現場就馬上知道了 我第一個是跟我姐姐做簽名 對因為我姐姐的就是她的衣服都很支持我 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她的同事們很喜歡的一些女孩 然後就是一直跟我說 然後我跟林翔也有簽名 那我的話我是跟我媽講 因為我在比賽的當下 我媽就傳了訊息跟我說 妳會飄過 我就說我只是個過上而已 所以呢我一選上我就跟我媽講 我媽就說那我送妳一個大禮 這樣子 然後我說大禮是什麼 她說就是來幫我整理家裡 所以妳買一東西的房間 不是不是她就來我台北的租的地方 幫我整理家裡 這樣 所以房間很斷嗎 聽說漂亮的女生房間都有點斷 在家裡的群組這樣 因為我家人那天要補班上班 就沒有辦法來這樣 跟大家講這些好消息 然後視訊這樣 立軒一樣就是因為 我媽媽我阿嬤我阿姨他們就是 全部都知道我要選 然後他們都在線上看直播 所以他們也是一剛開始都知道 然後我好像唯一一個有 就是講的是姿姿老師 因為其實從之前就有一次有跟他聊過天 然後他也就是講了很多東西 交流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他是因為我一個很尊敬的前輩 所以就是我有說到他的恭喜很開心 那我會開始更注意岩線主持 因為本來就有在直播 所以本來講話就是會注意一些用詞 我是有收到蠻多粉絲的加油跟鼓勵 就覺得蠻感動的 那我是很多朋友都發來視訊 我說就靠你的 幫我要鈴槍給我 簽名之後 他說就靠你的 我就說你們自己去球場 跟他要不要跟我一樣 居然就收到很像大砲的那種影片 就是很清晰版的 會覺得 哇原來被大砲拍是這樣子的感覺 嚇到了 喔原來是這種感覺 但是很開心 受到大家的祝福 因為我平常不會化妝 然後我就會拍素顏 看在幹嘛唱歌之類的 然後我這幾天都覺得 到底能不能發啊 因為素顏就覺得 好像有點太醜了 然後都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發 就有點為難 很真實啊 不可以我要 有點 會擔心 因為我沒有一次性學過很多 所以會 就是害怕好像沒有做好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對自己要求蠻高的 因為我覺得沒有做好 然後就會很對不起自己 然後很對不起 很對不起 就是粉絲這樣 然後還有我有一個小願望 那是我從 徵選回去之後 就一直 在想著事情 就是 那時候我唱老舍嘛 然後他們就有說 以前學姐會唱老舍 所以我進來之後 我的願望就是跟她一起唱老舍 Yea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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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可以了 好我覺得應該也是應援舞 因為畢竟 我們都還沒有上過球場 對然後可能 那個臨場反應 然後又要同時 那麼多手應援群 很怕自己就是跟人家突然不一樣 然後或是 對別人說 阿你都沒有準備好就上來這樣 希望自己可以 記住 腦袋要記住 所有的應援群 然後順利 在球場上順利 然後趕快跟大家見面 加油 那你覺得你的抗壓性好嗎 嗯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如果你們 在PD上面開罵人 那你會 不愧 我好像不會看你 也不見為盡 從 我們來試試看他的抗壓性是怎樣 怎樣 什麼 什麼 還不錯 大家還不錯 不要看 不要看就沒事了 好 應援群 女嘉一 因為我覺得 當阿隊最困難 真的是記錄這個部分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 好像 沒有要過很久 就要上場了 然後 短時間要選300首舞 是真的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 盡我所能 然後把它跳好 這就是我 現在的願望 最終的願望 就是這個 加油 謝謝 我自己的期許是希望自己做好現在眼前的事情 對 然後 就是也沒有太擔心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一定會很努力的練習 就是再來 徵選之前 就有做好這個準備 有一年前來徵選過 現在今年又來徵選 就是一定有做好這個準備 對 然後 雖然也很怕 會被 酸明酸 可是我自己是不太 不太在意 偶爾看到還是會難過 希望大家 手下留情 我們會加油 手下留情 我覺得我最擔心的應該也是 基因緣群的部分 因為 這次 有聽說 要練300多首 就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但是呢 我們都要克服他 他 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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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這首歌 好 韓國人氣啦啦隊女神禮多會 Day Highly 今 十七 日關宣稱為樂天桃園旗下專屬啦啦隊樂天女孩 Rakuten Girls 的第八位新成員 消息曝光後 火速引發球迷熱議稱讚 今年最大咖揚將補強 李多會成為台灣職棒啦啦隊的議員IG粉絲數開始上升即將突破60萬大關 他也不斷轉發粉絲們標記他的現實動態 同時發出三張穿著樂天女孩制服的照片 他表示終於可以回答許多人的疑問 我在這個賽季將在台灣樂天桃園活動 李多會透露他是在去年12月收到來自樂天桃園隊的提議 他表示 在當啦啦隊的時候知道機會是多麼得來不易 在深思熟慮之後做出了這個決定 也強調既然做出如此不容易的決定 他將以這個機會為契機 多看多學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希望大家能用溫暖的視線關注他 李多會貼文目前已累積8.2萬個讚底下 已出現許多中文留言 我最喜歡的韓國啦啦隊員居然要來台灣太開心了 樂天總冠軍這外援補的精湛 其中也包含女神林香回應三顆愛心 對於李多會加入樂天啦啦隊引起高話題 許多網友熱議到底他的加入是什麼層級 名嘴 人渣文本 周韋航便在臉書發文表示 樂天請到李多會的意義在於 上週在講台灣啦啦隊的時候 總有人說台灣這種啦啦隊還不是最頂啦 還看不到李多會的車尾燈啦 然後樂天就把整台車遷來 該發文也引起網友共鳴認為周韋航講到痛點 畢竟李多會在韓國啦啦隊借人氣紅到驚人 連場編音源影片都曾有349萬次的點閱 就可以知道李多會熱潮有多狂 而也有網友留言表示 樂天簽下李多會就等同於簽到大古祥評一樣 事實上李多會在韓國的人氣程度 已堪比藝人等級 擁有舞蹈底子的李多會 在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肚皮舞 還曾在韓國比賽中拿下金牌 而李多會的父母是其雅虎棒球迷 20歲那年跟著家人一起去球場看棒球 非常上熱情的啦啦隊吸引後便心動跑去報名 且即便當時報名時間已過他仍然被錄取 怎料李多會的爸爸卻反對 還在念大學的他要去參加啦啦隊 為此李多會則保證自己會兼顧學業 李多會不僅舞蹈的實力驚人 李多會出眾的外貌也時常引發討論 在社群網站上擁有超過59萬粉絲的他 憑著亮麗的外貌曾在2019年參加模特兒比賽獲獎 也被受邀擔任品牌及雜誌的模特兒 此外李多會還擁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超人氣的他曾一度讓球隊的官方後援會 及因緣隊抱有意見 認為他是啦啦隊而非藝人 無物正夜搶走了球員風采 對此李多會當時只好選擇離開球團來平息風波 再次回到某次的影片 再次回到某次的影片 新售